郑和,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,他带领数万人前前后后用28年时间横渡印度洋长达30万公里。 其次下西洋的故事,至今仍令人震撼和敬佩。 但是一个问题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,在没有现代导航设备的古代,郑和是如何完成这次史无前例的远航状举弹? 难道明朝的科技水平已经足以制造出发动机了吗? 一个云南少年入宫的机缘,正和原民马三宝出生于云南的一个旺族。 红武十五年,1382年,民军南征,他的父亲马哈在战役中阵亡,此次战争使马家家产尽失,户口死伤惨重。 少年马三宝也在这场战乱中被民军俘虏,带回后宫充当宦官。 在宫中,这个长相俊朗的少年很快得宠幸,被分配到了时任燕王的朱棣手下服侍。 马三宝聪明机敏,做事利索。 他深得朱棣的信任和赏识,被任命为内官兼太监,并赐民郑和。 从此,郑和跟随朱棣南征北战,建立了深厚的起义。 在晋南之义中,郑和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驻朱棣登上了皇位,是位成祖,航海撞举的酝酿。 成祖即位后,决心组织远洋航行,宣扬国威。 他选择了心腹郑和担任正使,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航海时代。 然而要进行数万里的远航。 首先需要制造7世的大船。 在郑和的组织指挥下,全国各地开始了疯狂的造船。 最大的船只长达147米,宽51米。 当时的世界从未见过如此巨轮。 郑和作为舰队的领导,他的旗舰更是豪华壮观。 如来宝殿三个大字闪耀夺目。 船只问题解决后,郑和专心研究航海技术。 他运用天文航海法,根据星空图制定航线,并依赖季风变化选择出发日期。 他还选拔和训练大批优秀水手,积累远洋经验。 终于万事俱败。 永乐三年,1405年冬。 郑和首次率领了官兵二万余人,踏上了壮阔的远航之路。 旗下西洋,郑和如何实现这一壮举。 第一次远航历时两年有余,郑和的船队一路西行。 横跨印度洋,到达了古兰东,经印尼苏门达腊岛北端。 在这里,郑和的舰队遭遇风浪,损失惨重。 但是郑和并未气美,立即组织修船,补给淡水和食物,成功返航。 这次远航打开了中华儿女的视野,对外界了解不足的过去一去不复返了。 成祖大岳立即准备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远航。 永乐五年1407年,正月,郑和再次启航。 这一次,他继续向西,最终抵达了西兰,金斯里兰卡。 在这里,郑和运用外交手段,迫使该国王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。 这是中国舰队首次显示强大实力,压制其他势力。 第三和第四次远航中,郑和前去访问东南亚和印度洋上的岛国。 通过外交活动,这些国家和地区承认了明朝的正统地位, 成为中国的藩属国,中国文化也因此传播到更广更远的地方。 永乐七年1409年,郑和开始了第五次远航。 这一次航程之遥远,超过了人们的想象。 他的舰队直接航行到了亚丁湾和非洲东海岸。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抵达大西洋。 当地民众对郑和舰队惊叹不已。 郑和还在非洲东海岸立了一块石碑, 标志着中国舰队的到访。 两年后,郑和再次启程。 第六次远航途进南海诸岛,最终抵达了仙罗。 而在归途中,郑和患重病, 被迫终止在柬埔寨的外交活动率先返航。 索性在船上的医生救治下,郑和康复了过来。 永乐19年,1421年,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。 这次行程主要是巩固往日成果。 访问已经建交的国家,永乐22年, 郑和抵达北京,向成祖禀报远航情况, 正式完成了他的历史性使命。 如今,我们依然惊叹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。 那么问题来了,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, 郑和是如何完成这次史无前例的远航的呢? 风帆驱动,季风指路, 郑和如何实现七下西洋? 要进行数万里的远洋航行。 船只结构和动力是最关键的问题。 我们无法想象,在没有发动机的古代, 大船要如何使过万里风浪? 实际上,郑和七下西洋完全依靠的是风力。 根据史料记载, 那个时代的大船架设着巨大的风帆, 就像一片张开的白色翅膀, 船夫和水手还要在甲板上滑脚, 帮助推进。 郑和和他的船工们对这些远洋大船进行了改造与优化, 石木龙骨, 中空构造等可以抵御海上风浪, 确保船只的安全, 同时减重增高翻横以获取更多风力。 而为了确定航线, 郑和广泛运用天文航海法, 他们在夜晚辨认星象确定方向, 白天则观察海鸟、浮标等自然标志。 郑和还依据海上的季风变化选择起航时间, 借助季风之力驶向远方。 正是依靠这些技巧, 郑和的大船才得以如巨兽般切开海面, 一路向西,抵达非洲。 面对金涛骇浪, 风帆仍然是最重要的动力来源, 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, 仅凭肉眼和简单仪器, 就可以横跃数万公里的海洋, 这在当今看来仍是极大的挑战。